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苹果最近正在进行一项人类补全计划 听我详细给你们说一说 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 时不时 Siri就会挑出来一个建议 提醒你该喝咖啡了 该在那睡在那上床 真的比我妈还我妈 晚上你可以把你的屏幕调整暖色 这样你可以更平静的入眠 花一点时间来记录你的心情 我还用花时间记录 只要不上班 我心情就很美丽 你可以把手机拿远一点 离屏幕太近了 谢谢我已经老花眼了 离远离近 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 还有你现在的噪音太大了 你可能处于噪音环境中 大哥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的手表在车窗外 太好了 你最近的屏幕使用时间 搭搭降低了 你可以更加远离手机了 是他们在编年中总结 大哥好吧 忙得我都没有时间玩手机了好吗 然后随着iOS17.2的推出 它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手机app 叫做手机 其实英文版本叫做journal 你可以翻译成日记也好 翻译成日志也好 估计苹果负责汉话的同学 应该也没少看这个片子 正经人谁写日记 是啊 所以就给取了个手机这某个名字 anyway 让我们先看一下手机的app 苹果这次又想怎么补全咱们 如果你要是第一次打开手机这个app 它会告诉你 它是完全在本地的 也不用担心上传 分享给其他的人 其实它是会上传到iCloud里边的 新建日记有一个推荐 有一个最近的活动 推荐就是手机的app 搜寻到你手机里边的一切的活动 比如说你去过的地方听过的歌之类的 再给你一个全方位的推荐 最近的活动就是它会搜索你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它会按照时间排序给你去进行一个推荐 它还会给你一些提示 比如说谁总能让你开快大笑 但如果鸟觉得不爽 你可以去点击一下 记录一下你自己身上最值得欣赏的哪一点 帅吗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你能对自己说的最温暖的话是什么 这就是我最想对你们说的 也是最想对我说的 真的歇一会儿天塌不下来 这就是苹果的第一个小心思 一般人咱不是不写日记吗 行没问题 我帮你 简单吧 甚至我还能提醒你应该写点什么 苹果在WDC上公布的建议的API 国产的一些app的厂商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苹果在教你们怎么去做建议 怎么去用建议的API 去养成用户的使用习惯 他的推荐有根据地点创建 比如说我进行了一个步行的活动 你所待过的地点 比如说前两天我去了颐科园 去进行一些拍摄 他都会给你提出来 我可以根据地点去进行创建 我这两天不是在健身吗 对吧 我就可以把地点 包括我拍摄一些照片 都可以开始记录了 在选择记录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个开始记录 或者说你懒得写了 懒得写文字就直接存储 在上面这边 你还可以去修改它的标题 这些标题也都可以改的 在这个里边 你选择右上角的这个键 它还能以一个列表的方式 去给你进行记录 在选择开始记录的时候 你可以在右边三个点 去点击是你记手记的时间 还是发生的时间 比如这是11月27号发生的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你或者你还可以去进行 自定义的这个时间 自定义的这个时间跨度 就会非常的非常的长了 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的 你想记录的这个时间 去进行更改 在这个里边呢 你还能根据这个建议去看 我还会要添加哪一些的内容 或者说根据照片可以去添加一些 我记录的这个照片在里边 或者你可以去拍摄 这样拍一张 它同样也会给你记录进来 或者说你可以去添加一段你的这个麦克风的声音 我可以清点 现在这会儿就可以开始进行一段录音 你还可以记录你的位置 往右滑是删除或者修改的这个笔记 往左滑就是添加书签 这是我之前记录的一篇笔记 那你记录完成了之后呢 你点进去 它会有一个大概不超过两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还会有一些你发生的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你也可以在这个里边去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可以编辑标题 可以编辑位置 这些都可以 还有一些选定的照片 当时是用哈苏去进行一些拍摄嘛 那一些哈苏的照片导到手机上来 都是可以你再去给它添加进来的 那为什么要去添加这个标签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内容 它是没有搜索的 它只在右上角可以选一个 以添加的书签 还有根据你添加的内容的类型 去进行选择 那注意一下啊 这些媒体文件 比如视频啦 照片啦 它其实都是从你的相册里边提取出来 然后再存到这个手机的APP里边的 虽然它也会上传到iCloud 但是同时也会占用你手机本身的存储空间 这是苹果第二个想心思了啊 咱养成了继手机的习惯 日积月累的 您别看现在不大 等以后就大了 占用的空间就会更多了 对吧 你看你舍不得删吧 来来来啊 快来买我这比金子还贵的硬盘空间 那如果您看到这儿 您还想再继续用 行没问题 咱们接下来来说一下手机的设置 在这个手机里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跳过手机建议 如果你把这个打开了呢 你再去创建一个新的手机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一堆的这个建议出来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关上 在创建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些更多的建议 如果你要是要用的话 我其实比较建议把这个关闭掉的 那一个锁定手机 锁定手机呢 在这个里边打开 你就可以选择 我需要什么时候锁定 是立刻就锁定了 还是说一分钟之后 那如果我要是点一分钟之后呢 只要它在后台待个一分钟 它就会锁定了 但如果我要是选择立刻锁定呢 我这回再回来的时候 它就会立刻锁定我手机了 那这个手机的定时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去选择时间 包括这边 你也可以去选择记录的这个时间 你可以选择定期去提醒 什么时候你应该去记手机了 最后一个储存到照片打开的话 那你在手机里边拍摄的这张照片呢 它会同步的去存储到你的相册里面 比如在这里边有相册里边看 相册里边就会有了 但如果你要是把这个选项关掉的话 那你在手机里边拍摄的这个照片呢 它就不会存储到 你的相册里边 看这个相册里边就没有了 比如说你要想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内容 就可以用这个手机的app去进行拍摄 然后咱们再给它锁起来 这个日常相册里边就不会有了 但是做的这么严密对吧 是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它现在还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我虽然可以去修改 这个位置的标题 位置的名称 我可以去修改位置 但是呢 我其实并不能通过地图的app去打开 并且呢 比如像这个照片 这些视频 我也没有办法直接在相册里边去查看 相对应的媒体视频啊 照片啊 这些都不可能 那比如像有一些音乐啊 你添加了之后 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里边去进行调用的 还有呢 它目前只支持苹果原生的app 它第三方的app 像我经常用的一些喜马拉雅啊 类似这样的也都是不支持的 那像甚至我可能比较希望它能支持像 大黄鱼或者说像某宝 这样我的一些购物的信息 都可以添加进来 但是目前来讲啊 这个还都是不支持的 那即便是一些原生app 比如说像音乐啊 比如说像无边机啊 它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里边去进行添加 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讲啊 手机还只是一个用来去记录你回忆的这个方式 它还不是一个我理想中的这个真正功能完全的这个日记的app 我其实挺认同说的那句话的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 你写日记吗 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那我其实是一个记性并不是特别好的人 很多之前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故事呢 记忆里边都比较的模糊了 手机的这个app呢 其实能够更好地帮我去回忆起来 在某年的夏天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 或者尴尬的事 很可能老了之后啊 动不了了 咱们再来看一看手机上面的回忆 会表一番风味 我已经很老了 老到记不得很多事情 但是对于多年前的那场血流行空的斗争 那这种感受呢 就是我说的苹果人类补权计划的开篇 当然明年马上 还有Apple Vision Pro的时空空间补权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知道您觉得手机的这个app怎么样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多谢您的报告时间 我是小查 咱们下期见